Hello 大家好 記得鞏北口岸聯檢大樓裝修應該有三年 在疫情時搞了 今日珠海市商務局就說 鞏北口岸主聯檢大樓安全隱患改造工程已經搞定 京珠澳兩地政府協商一致 明天即是3月15日中午12時起 口岸主聯檢大樓出入境大廳恢復通關服務 今日見到已經搞了一個開幕式 工人撿頭撿尾最後衝刺 聯檢大樓裏面的架布已經擺好了 相信通關路線的格局跟以前差不多 不過入境大廳的確是換言一身 相信居民旅客水客的通關效率和體驗感將會進一步改善 實際上裝修期間過關真的有點不方便 要是走上要是走下 對老人家是比較辛苦一點 現在裝修好之後 在門口地下直行直覺方便很多 更便利澳腳北上消費 鞏北口岸主聯檢大樓施工面積很大 33114平方米 改造什麼呢? 就包括消防系統、排水系統、電力系統、冷氣系統等等 以及外場、地面、指示標語都要全部改造 大家有興趣 明天中午過後可以過一個關卡 史事 好,這集看到先 大家想支持我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集見